你一天在滑手機的時間有多少呢 有人說這滑一滑真的就會上癮 這一天不打開 真的就覺得手癢 但是現在也有這個滑手機 這頁面上搶佔目光的大戰 在全球大戰當中 大家關注到了有沒有上癮危機 這個軟體很可怕 有人說它叫做抖音 抖音真的很可怕 讓你上去之後滑個不停 這讓臉書以前的老大哥 卻飄出了濃濃的老人味 現在臉書要奮力求生怎麼做 今天講最新消息 今天早上看到這個新聞訊息是說IG IG目前變成了活躍用戶數高於抖音 好像後來居上的感覺很強 但是實體來看 抖音大家使用的時間還是遠遠高過於其他的這些軟體 那尤其算一算一天之內平均黏著度 說在抖音平均每個人每天會使用九十五分鐘 二十四小時其中一兩個小時交給抖音一直在滑 到底抖音有什麼厲害之處 說全球十億人都在玩抖音 對其實我偶爾也會滑一下 這個實際上問題就出在全球他的月用戶數已經破十億 可以說是年輕世代最喜歡的社交軟體 那到底為什麼原因 主要就是因為他裡面很多有趣的短影 所以你也是年輕世代 偶爾頭滑一下 但是那一定是閒著沒事有空的時候 那些年輕人也透過抖音可以一夕成名 這個非常重要符合這個Z世代年輕人的喜好 很多抖音名人就出現了 Z世代年輕人最喜歡 再相較於臉書IG或Twitter 這些都需要主動去追蹤 這個臉書這些演算法就比不過 抖音他的演算法是用推播的方式 他是直接推播你可能喜歡看的影片 這怎麼說 這很特別 為什麼他在最近這幾年可以強大到 連美國都想要阻止他在美國人使用的時間 跟使用量還要限制 就是說他可能會危及到國安的問題 因為年輕人通通都在上抖音 但是為什麼會讓年輕人屌屌 會讓年輕人天天要花九十五分鐘 一天之內九十五分鐘 黏著不放 一支滑 原因在此 對 他會去判斷 你可能喜歡哪一類的影片 就不停的丟同樣類的影片 那他怎麼判斷呢 其實我覺得這不難啦 這個在我們那個人工智慧演算法裡面 就是你要去做標註嘛 你對每一個影片 他的特徵去定義 然後去標註 那最後呢 你大概看哪一類的影片 我就丟同一類特徵的影片給你 就是如果你在手機上 你就喜歡在抖音頭看一些美女跳舞 他就給你很多你連你沒有點 那他就是每一個下一頁下一頁都是美女跳舞給你看 類似這樣子 意思是這樣 愛看帥哥也會一直丟帥哥給你看 所以你就屌屌了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推播使用者喜歡的影片 但是臉書 IG推特卻不是這樣 你要追蹤他 所以剛好顛倒過來 等於說我要追蹤我喜歡的人 我才可以看得到他的資訊跟訊息 那剛剛談到說 會有這個國安問題 其實就也有專家談談到這個抖音上 有很多是錯誤的資訊 因為任何一個人隨便拍個短片就丟上去 那到底真的假的 你也不知道 事實上最近很多區塊鏈加密貨幣的人 在吹捧web3.0 web3就是所謂的去中心化 去信任話 這個就是必然的結局 你像是沒有人監管 必然的結局就是什麼資訊都有 那當然錯誤的也有 所以呢 家裡有小朋友在看抖音的 常常會拿給你看說 爸爸你看 這好可愛 這是什麼動物 這沒有看過的動物 或是做出來的 假的對不對 可能都是設計或是假的 或是動畫 讓大家搞不清楚 所以會有很多錯誤的訊息 在這裡 這一點倒是要注意 小朋友愛看抖音 但是家長可能要幫忙盯著一點 是啊 就可能有謠言啊 是透過這個管道 好 另外呢 則講到了臉書現在飄出濃濃的老人逼 有人說都是老人在用 所以臉書也很緊張 最近開始呢 要做改變 是他想學抖音更改演算法 對 這年輕人會買單嗎 對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個SensorTower說在去年的第一季 統計在我們手機的APP應用程式 下載抖音啊 它的下載量比臉書高出20% 甚至也比IG多出21% 所以這很明顯 所以臉書開始就要把演算法改掉 那麼臉書呢 他現在他本來用的方式是推薦好友關注 對 那抖音用的卻是用戶的觀看習慣 他就是針對你手機使用者 你喜歡什麼丟給你什麼 但是這個臉書是推薦你的好朋友看什麼 關注什麼他丟給你 是 所以臉書的緊急危機處理 就是學抖音修改演算法 那他就發明了這個 創建了這個叫發現引擎 這他的名詞 重點就是改成推送符合興趣的影音給用戶 所以跟這個就一樣了 那就是學抖音了 簡單這樣講 這不難就可以做得到 只是他的觀念一開始比較老舊 那現在用新的方法 好 當然現在人家成功 你就學人家嘛 很正常這樣的做法 但是有沒有辦法讓年輕人 又回過頭去愛臉書呢 這個就要看 那另外他還推出新的功能 譬如說他更新社團的功能 讓用戶可以更快速得到社團的即時消息 那麼社團管理員可以針對不同的題目 建立子群組 這個時候就可以有即時互動的功能 所以很明顯就是要即時 而且要跟這個抖音用相同的演算法 好 就是要即時又跟抖音用相同演算法 但是這一點可能抖音不見得做到 對 不一定可能不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他的這個方式本來就是只是提供給你相關你喜歡的訊息 那在其中發現你喜歡什麼再丟相關的廣告投放給你 這大概就是不同的方法 好另外呢 再來看到最近我們剛剛看到了 今天早上的消息是說 IGIG最近的這個使用者已經超越了抖音 說這個活躍用數超越抖音 真有這回事 IG不就是臉書的嗎 是但是他是年輕版的臉書 所以年輕人其實現在不用臉書是真的 因為他都轉到IG去了 了解 那IG其實這一段時間也努力的要做一些改變 其中一個就是他推出這個叫IG的REELS 這個其實就是連續短片 他也就是讓使用者可以發布15秒到90秒的短影片 所以現在一直都強調短影片 現在都要看影片 對 現在照片已經沒有什麼那個吸引力了 而且要短 要短 這個很重要 我以前在曲博科技教室影片都是二十分鐘三十分鐘 我的小編也一直跟我說 叫我現在要拍一分鐘 真的一分鐘叫我把區塊鏈講清楚 這麼可能的趨勢 常人所難了 但沒辦法現在的趨勢 他加入音樂濾鏡AR這些特效還有文字 還有導入投票測驗表情符號等等 就是要年輕化 那另外一個叫IG STORIES 他其實就是一個即時動態 他可以讓你用幻燈片的方式去呈現 而且可以用照片或者一個15秒影片 你看又是這麼短的 一樣要影音 對 會在二十四小時就消失 所以他非常的即時 我一播出去很短 一天之內就要大家看 看完之後馬上又有新的 不停有新的 這個就叫即時 但是這也很容易吸引這個鎖定者 就會熱情的去看你的IG 既然我是你的粉絲 我就想要去看你今天發了什麼 限動 限動這叫限動對不對 這也是IG的這個成長新改變 的確也吸引很多年輕人 現在在IG秀出他自己的個性 甚至他自己的影片 所以IG是年輕的臉書 這樣講 是不是有這樣的機會 但是抖音也不甘示弱 現在既然知道 大家都把他當假想敵 現在甚至還有國家機器要針對他 來對付他 那他要怎麼樣成長跟改變 對 所以他推出一些新東西 抖音現在第一個推出的叫虛擬替身的功能 他就是用一個高度化的虛擬替身 可以來跟你的這個進行這種數位的互動方式 來跟你做互動 這跟元宇宙也會關係 有點類似 有點類似 對 然後他也持續優化他的創意中心 譬如說在抖音上有很多人是會放廣告 他會幫助廣告組跟品牌組了解這個行銷的趨勢 有的時候我們在投放廣告的時候 會不太曉得這怎麼樣的方式 才是能夠達到正確的消費者 對 所以他這個創意中心 主要就是在協助廣告跟品牌組 更直接的鎖定行銷 直接切入到消費者 喜歡這樣產品的消費者 這就可以減少很多行銷不必要的浪費 另外就是影片的部分 你上傳的影片 他可以編輯配樂 可以建立主題標籤 創作相關的一些數據 你可以從後台去看到這些數據 還有你的受眾的特徵統計 這個很重要 讓創作者知道我要做哪一個影片 才能夠吸引大家的目光 就是你要當這個很紅的播客主 你就要在這裡往你自己切入的方向 你要抓住你的受眾 不能說所有的人都會喜歡你沒有 你要針對某一些特定的特別投其所好 對不對 才可以增加你的點閱率 讓你的這個粉絲越來越多 是 而且是不同的地區 還不一樣 累積的這個追蹤者 樹木還有這個愛心樹做這個篩選 愛心樹就是點讚的意思 好 這就是抖音面對競爭對手 他現在如何的隱隱 謝謝舉伯 那剛剛這樣講的投資朋友 還有包括現在的這個使用者來講 你是臉書愛好者還是IG愛好者 還是你還是覺得臉書好用呢 這裡呢告訴大家新的趨勢了 好 講那麼多很重要的 又要看到今天破低了台股之後 明天怎麼辦呢 我想最近美國六月份的CPI年整理 當然是最重要的 另外一個呢 悄悄的最近中國疫情有在攬起 所以會不會惡化 我們要關注一下 還有呢跟我們的資金有關係 美元指數已經突破108了 台幣也在30塊大關之前震盪了 會不會扁破 我們要關注一下 今天低點13928 如果能不破的話是最好的 另外一個弱勢股能不能止跌 就是明天的焦點 航運 半導體 金融 需要能夠止跌來做反彈 多頭的信心 今天大盤破底 台積電跟大力光是沒破底的 這禮拜四把說的很重要 這兩兩顆股呢 如果明天帶頭往上拉升 那盤就可以穩定下來了 好 這就是明天 要特別注意的重點方向 待會請直喻鎖定夜線新聞 有更多新聞內容提供給您 再會了